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浅读 葬礼上,徐家三个子女跪成一排,哭着看老父亲的卑力起来 一位老妇人站在人群边上,用手帕抹着眼泪,却不敢上前 他身边有两个老大爷,不停地窃窃私语,动不动就对他说两句 葬礼结束,徐家两个儿子冲到老妇人面前说 我爸死了,你满意了,还不赶紧走 在葬礼上发生冲突,足以引起所有看客的议论 徐一文匆匆赶来拉住两个哥哥,别胡闹 妈妈对咱们好不好,你们心里没数吗? 大哥徐一飞推开妹妹,愤怒地说道,谁胡闹了 你还管他叫妈,你不知道他客死了多少人 他就是个温神 二哥徐一峰在假装李中克愁眉苦脸地说 妹,你别瞎掺和了,我本来也不信什么客不客的 但是事实就摆在眼前,不由得你不信啊 你问问大伯和三叔 徐一文很生气,大声要求两位书败离开 不要掺和自家的事 见他这么没有礼貌,几个人都呛起来 徐一文抱住老太太说 妈,您千万不能走 没想到,老太太却发话了 闺女,你就让我走吧,我和你家没关系,不能把你也害死了 说吧,老太太哭着要走,却被徐一文紧紧抓住 徐一文是真的彻底爆发了怒火 他大吼道,今天谁敢赶走我妈,我跟他拼命 众人见他发飙,被吓住了,顿时都不吭声了 徐一文声泪俱下 细数继母方阿姨嫁入徐家这么多年的种种 她言辞恳切,讲到那些动人的细节 更让人产生共鸣 说着说着,两个哥哥也不作声了 他们也想起这些年的经历 突然觉得有些惭愧 其实方阿姨嫁入徐家之前,就有了一些传闻 她第一次结婚,和丈夫十分恩爱 婚后第二年,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本来这日子过得风平浪静 家庭和睦,婆媳感情也很不错 却突然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 丈夫接孩子放学回家 却与一辆超载的大货车相撞 父子俩连个完整的样子都没有 情形非常惨烈 或许是因为这桩惨案太过恐怖 导致婆家人过于悲痛 他们竟然开始指责方阿姨 他们说,这儿媳命硬克死了丈夫和儿子 将来还会克死其他人 方阿姨受不了指责 就辞去工作 赔偿款一分没要 她办了一份放弃房产的公证 留在屋子里 托人把钥匙给婆婆 她就离开了那座城市 后来,她遇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男人 对方不相信这些流言蜚语 很同情她的遭遇 两人都很穷 算是患难相知 就结了婚 婚后,两人勤勤恳恳地工作 在城市的角落里租房生活 然而这位老哥也很不幸 在工地上发生意外 去世了 这对于她的父母来说是晴天霹雳 她家境贫寒 父母辛辛苦苦种地 就指望她打工能多赚点钱 结果却 他们就把这怒火撒在了儿媳身上 说她果然是个客夫的命 嫁人就是害人 房阿姨当时非常绝望 她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甚至真的觉得自己的命不好 真的会把身边的人全都害死 她痛苦万分 几次想要轻生 她这次依然放弃了全部财产 只带了一点点路费 离开了那座城市 到了新的地方 她依旧是打零工生活 存下一点钱 租了个小房间住了下来 然后她找了一份药店售货员的工作 每月的收入足够生活 徐家的老爹就是在这个药店 和方阿姨认识的 老爹独自拉扯三个孩子长大 妻子去世得早 他一直很辛苦 后来他就跑运输 因为工作认真 驾驶技术也特别好 作为一个老司机 他也接到了一些其他公司的临时工作 这个药店是一家公司开的连锁店 老徐跟他们合作 每月固定日期给每家分店送货 一次送货时 他非常提倦 方女士注意到了这一点 就给他倒了杯浓茶 老徐对他有了好感 一来二去熟悉了 觉得他很不错 就想更进一步 两人年纪都不小 到了这个岁数 遇到觉得和演员的很不容易 但是方女士还在担心自己命应客死人这事 不肯跟老徐交往 老徐才不信命运呢 他带着方女士回家 让他看看自家三个子女 五个人在一起非常热闹 有了家的感觉 方女士心动不已 三个孩子欢迎他 让他感到非常温暖 最后方女士答应了老徐的追求 但是他也有要求 那就是不能领证 他是觉得不领证就不算真正的夫妻了 即便自己命应 会克死丈夫 也不会害死老徐 毕竟两人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 老徐也无奈 只好答应他 但是夫妻结婚这些年 老徐都把钱交给他 让他管家 不愿意让他觉得他像个外人一样 方女士很感激 所以对待老徐和这三个孩子都特别仔细 他就像对待亲生的孩子一样 对这两儿一女格外照顾 听她们说心里话 耐心地给她们人生的指引 方女士虽然没有多少文化 却非常好学 对年轻人不懂的话题 她也努力搞懂 这让三个子女很触动 觉得她特别真实可爱 于是彼此之间关系越来越亲密 到最后三个孩子上大学的时候 已经可以毫无芥蒂的 管方女士喊妈了 所以在葬礼上 徐一文护着继母的时候 才会着重喊了好几声妈 她是希望通过这个称呼 能够唤醒两个哥哥的感情 徐一文说起过去的种种 自己也十分动容 说到动情处 声泪俱下 两个哥哥听着听着 脸上挂不住了 纷纷低下头 忍不住抹眼泪 觉得对不起继母 继母在家里生活了二十年 把她们从小学拉扯到大学毕业 又和老徐一起赚钱 帮子女们还房贷 大家日子过得虽然倾贫 却是一条心 往一处努力 到三个子女都结了婚 生了孩子 继母也没有休息 一把年纪还去寄宿学校 做生活老师 一个人带着二十来个小孩子 每天都很辛苦 她这么努力赚钱 就是为了给徐家三个孩子 打钱还房贷车贷 当然 老徐也没有休息 她年纪大了 不能跑长途车 就去附近的物流园 凭着以前的关系 找到一家小快递公司 开一辆小车给人送货 老徐赚的这个钱 除了夫妻俩生活用 也都是拿去给孩子们 还房贷车贷了 她的工作本来挺安全的 送货范围也小 不用跑很远 可谁知道那天 小区有熊孩子 往下水到井盖里扔鞭炮呢 井盖被炸飞 小孩没了命 老徐也莫名其妙被砸倒 当场没了呼吸 或许是因为老徐遭遇的事故 太过离谱 她的两个哥哥 才过于愤怒 把这是往弟妹的客夫 这上面想 幸亏徐一文头脑清醒 狠狠训斥了他们 即便继母嚷着要走 三个子女也都没让她走 醒悟过来的哥哥们 都求着继母留下 人没有了感情 就是一具空壳 拥有再好的生活条件 也感受不到幸福 很多非亲生的父母和子女 也能够缔造出美好的亲情 尤其是那些老实本分的人 他们勤恳工作生活 对待家人和朋友都很真诚 即便没有血缘关系 也能相处得很好 这样的感情非常珍贵 更应该得到珍惜 不要因为一些无聊的传言 而否定它 有的关系一旦被彻底摧毁了 就很难重新建立 到时候再后悔 就来不及了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晚上九点半 一阵劈里啪啦的微信提示音 将我从一堆密密麻麻的数据中 拉了出来 我点开闪个不停的微信 家族群里的人正接龙般的疯狂爱特我 一条接一条的群消息 跳得我眼睛都花了 大伯 小冉 奶奶住院了 赶快请假回来一趟 大伯母 抓点儿紧 你奶奶现在身边离不了人 小姑 可不是 一晚上都唉呦唉呦叫你的名字 到底是一手带大的 就念叨着你呢 堂哥 小冉回去我就放心了 碰巧我最近工作挺忙的 也顾不上 表妹 那外婆就拜托姐姐了 我刚买了去日本的机票 回来给你带化妆品 不知是不是一天都没吃东西的缘故 这一刻我感到胃里一阵抽搐 抽得我火气也上来了 反手爱特堂哥和表妹 这俩不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吗 群里沉寂了几分钟 随着我爸一句 让你回来就回来 作为晚辈 照顾奶奶两天 不是应该的吗 群消息再一次炸开了锅 我还没来得及看下去 吴瑞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赌气没有接 不是把气撒在他身上 而是我也在生他的气 昨天晚上 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 我们俩大吵了一架 我再一次告诉他 我的顶头上司李主任骚扰我 他不止一次 在我拿文件给他签字的时候 故意摸我的手 昨天下午 他更是借指导我工作 整个人都贴到了我身上 隔着下装薄薄的衣料 他软腻腻的大肚腩像一滩死肉般 粘在我半边身子上 中年男人那骨子油腻 而又厚重的口水味 肆无忌惮地喷勃在我脖梗间 我简直恶心地 差点当他的面 一阵作呕 可是吴瑞 我的男朋友 却再一次 是我脸上的心有余悸 为大惊小怪 他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李主任看起来挺和善的 在公司口碑也不错 再说了 人家指导你工作 靠近一点也正常吧 他整个人都贴了过来 还在我身上蹭来蹭去的 肯定是你想太多了 说不定他看你跟他女儿差不多大 也把你当成孩子了 就没太注意分寸 手机铃声又响了两遍 我始终没有接 吴瑞也没再打过来 偌大而空旷的办公室 又归于一片寂静 我瞥了一眼 办公桌上堆得 小山般高的数据报表 揉了揉酸涩的眼睛 眼泪就这么掉了下来 临下班前 李主任将这一堆报表扔到我桌上 他看起来依然那么的和蔼宽容 小方 这些报表今晚得整理出来 明天的会议要用 辛苦你加个班了 没问题吧 末了 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不过可别加太晚哦 女孩子熬夜会变丑的 如果实在应付不过来 你打电话给我 我来帮你一起整理 中年男人眼底的欲望和志在必得一目了然 他太清楚像我这样无权无视的实习生 有多孤立无缘 哪怕他明知我的男朋友也在同一家公司 他也敢明目张胆地性暗示我 他的眼光也的确毒辣 他毒我不敢声张 结果他稳赢double 连那个宠我爱我 承诺一辈子都会对我好的男朋友 都选择了装聋作哑 九九家条的群消息 定格在了小姑爱特我爸 你看看你养的好闺女 随后 我爸第一时间私聊了我 小冉 听话 回来照顾奶奶几天 别让人说闲话 我扔下手机 走到宽大的落地窗前 惨白的月亮 雾字挂在漆黑的夜空中 远处奢靡的霓虹 发出绚烂的光彩 接连不断的灯火 起起闪烁着 跳跃着 我对着玻璃窗上那道 单薄而又孤独的身影 泪流满面 这个夜晚 这么多这么多的人 都惦记着我 我却只想逃 我确实是奶奶一手带大的 可我真的一点都不爱她 她也不爱我 她只爱堂哥 从小到大 家里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都紧着堂哥 剩下的才轮到和我表妹 家务活却永远只是我一个人的 一来表妹比我小 二来她有妈妈可以袒护着她 而我没有 小时候 他们都说我妈死了 长大一些 我从左邻右居的闲言碎语中听出 我妈还活着 只是她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跑了 我回家问奶奶 奶奶愤愤地瞪着我 刀子一样的眼神 像是想要透过我 扎在我妈身上 她恶狠狠地诅咒我妈 她就是死了 跟眼男人跑了 半路上被车压死的 其实我对我妈一点记忆都没有 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 只是被她怨毒的眼神吓到了 她却像磨正了一样 操起一把扫帚 披头盖脸 抽在我身上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 我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拉着这么大 你却还惦记着那个不要脸的女人 太让人寒心了 你惦记她 你去找她去呀 看她要不要你 你爸也是造了大孽了 才娶了你妈 生了你这小白眼狼 我对你不好吗 缺你吃缺你喝了 亏待你了吗 平心而言 她除了格外偏心堂哥之外 也着实不算亏待我 只是她会反复强调 她对我的每一份付出 比如小时候 她给我们三个孩子 一人买了一瓶娃哈哈 她会问堂哥够不够 问表妹喜不喜欢 却只会问我 奶奶对你好不好 再比如堂哥生病了 他会自责自己没照顾好 表妹生病了 他会碎碎念 怎么还不好 我生病了 他却会在每一次 喂我吃药的时候 都不忘重复一遍 没有我 你早就病死了 记住没 还比如 我们得去离家十公里以外的县城 念初中时 她带我们去买自行车 回来以后 她只让我一个人 给她打了欠条 我背过身子 将脑袋深深埋在昏暗的台灯下 乖乖写下欠条 像以往每一次完成 她交代我的事一样 只是 滴落在手背上的眼泪 有多滚烫 我内心就有多冰凉 我记得 有一年种下的夜晚 整个村里都停电了 我半夜被热醒 看到她摇着菩萨 给堂哥和表妹扇风 汗水沿着她的发塞 又划过她的脖子 最后染湿了她的背 我正正地忘了好久 我的奶奶 也像故事书里的奶奶一样慈爱 只是她好像真的不喜欢我 我很难过 我也想不明白 那些年 她让我像个乞丐一样 每天捧着碗 等待她的施舍 这些年 她又摇身一变 变成了我的债主 理直气壮地问我追讨 曾赏我的每一口饭 家里的冰箱坏了 找我出钱买新的 逢年过节不给她包红包 就给脸色看 每一回有个头疼脑热的 必然会第一时间 传召我回去时期 起初 我甘之如頤 幻想着我多捧回几张奖状 我多帮她干点家务活 我多给她包点红包 我多照顾照顾病中的她 也许 也许她也会用看堂哥那样的眼神 看我一眼 也许也会像叮嘱表妹那样叮嘱我 女娃娃一个人在外 要多当点心 直到有一年暑假 她不小心摔断了腿 我留在医院24小时 不离身地照顾她 给她擦身喂饭 端屎端尿 同病房的人都夸我孝顺 她也跟着大家一起笑 扭头却对我说 我要是不小心摔死了 那就便宜你了 还没想到你服呢 第二天 堂哥来看她 到了饭点 她就以医院食堂伙食不好为由 再三催促堂哥回家吃饭 那时候 我已经在医院陪护她快两个星期了 面对她时的那种还债般的窒息感 与身体上的疲累 早已将我逼至崩溃的边缘 我瞬间就绷不住了 张开双臂 一把拦住堂哥 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凭什么 这不公平 后来 堂哥还是准时回家吃饭了 我也还是留了下来 直到他康复出院 再后来 他每一回住院 我就请护工替我照顾他 我爸知道后期地断了我的生活费 我就用我的奖学金请 奖学金不够时 我就做家教赚兼职费请 最艰难的一次 我不惜厚着脸皮 跟我的学生家长借钱请 当我认认真真得给一个陌生人打欠条时 我就知道 我们之间最后那一点血脉相连的情分也断了 赶在天亮之前 我将整理好的报表 整整齐齐地放到了李主任的办公桌上 然后站回窗前 第一缕阳光照进来的时候 我再一次往那个烂熟于心的户头赚了一笔钱 几乎是我实习以来所有的积蓄 和吴瑞冷战的第五天 李主任指明我陪他去见一个重要客户 然而他却在饭桌上带头灌我酒 我不知道我喝了多少 只知道我奋力推开他靠过来的身子 一个人踉呛走在回家的路上时 脑子里嗡嗡嗡响响个不停 一会儿是我爸冷冷地质问 又拿钱来打发 你知不知道大家都说你冷血 一会儿是李主任满面笑容的威胁 聪明人别干傻事 没好处的 我不得不承认 他点醒了我 躺在我邮箱里的那封举报信 就算发出去了又怎么样 能顺利送到上层领导手里吗 上层领导会看吗 会信吗 不会的 鱼死了网通常也不会破的 谁会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实习生 去动公司的元老 他们只会汽车保帅 残忍地将推我出来做看不见的炮灰 我沮丧极了 一路跌跌撞撞 感觉回家的路好长好长 我走了好久好久 直到看到徘徊在路灯下的吴锐 那颗晃荡了一整晚的心 才猛然坠地 腿也跟着软得扶都扶不起来 吴锐将我抱到沙发上 替我脱鞋 为我喝水 帮我擦脸 甚至徒手接我的呕吐物 眉头皱也眉皱一下 还一脸温柔地宽慰我 我差一点就要原谅他了 从没有人对我这么好 遇见吴锐之前 我没有想过我会在大学里谈恋爱 大学时间多宝贵 要修学分 要拿奖学金 还要兼职赚很多很多的钱 我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 赚得不知疲倦 仿佛唯有如此 我才能暂时忘却 强加在我身上的那道枷锁 然而 无边的孤独 还是常常会见缝插针地渗进来 我无法摆脱 也不知如何摆脱 是吴锐 在我为了赶早去图书馆占位子 而顾不上买早餐时 默默将一杯温热的豆浆 和两只我爱吃的烧满 放到我位子上 也是吴锐 在我兼职晚归 还为了省两块钱公交费 选择骑共享单车的时候 一声不吭 借了一辆电动车 等候在路边 有一次 半路上电动车快没电了 他就下来让我骑 自己跟着车后面跑 上坡的时候 还会在后面推一把 还有一次 我发高烧 他连夜送我去医院 跑上跑下 为我办理手续 又冒着寒风 跑了好几条街找便利店 就为给我买一口热乎的吃食 我没想到 我这样的人 也会有病弱的一面 在他催促我趁热吃的时候 一股酸色感涌上鼻腔 还没开口 眼圈就红了 那天之后 我们就在一起了 他就像一束温暖的 充满力量的日光 刺破了我阴霾笼罩的世界 我曾坚定地相信 顺着这束日光 我就能走出囚禁我的牢笼 我像从前那样 抱着他的腰问他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他也还像从前那样回答我 因为我爱你啊 不对你好对谁好 怪就怪我问了 从前没有问过的问题 我委屈巴巴地看着他 你还是不相信我吗 李主任真的欺负我 他刚刚手都快伸进我衣服里了 他一下子跳了起来 伸进你衣服里了 我忙不迭地点了点头 如果他细心一点 就会看到我迷离的目光 都变得清亮了起来 我那么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等着他坚定地走到我的身后 然而 半晌 我却听到了他无能的责备 他说 你也是 你明知道他对你心怀不轨 就不该单独跟他去应酬 就算实在推不掉 你好得也穿岩石点 你看看你这裙子 那一刻 我混沌的脑神经一根根崩起 眼前的世界仍在微微摇晃着 可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清醒 这个男人 同我无能而又懦弱的父亲一样 根本就不会保护我 我想起我将堂哥拦在病房里 哭诉不公平时 大伯母立马跳出来 用力推开我 将高他一个头的堂哥护在身后 反过来尖着嗓门 质问我在病房里哭哭啼啼 像什么样子 我把健壮倒立马也跳了出来 却站在了我的对立面 他也推嗓着我 让我道歉 我哽着脖子 死咬嘴唇 就是一言不发 最后 他在亲戚们细细碎碎的指责声中 狠狠将我臭骂了一顿 真是越带越不像话了 让你尽点孝心仪 也要攀比 供你读这么多年书 就读成这样子 我看下学期别读算了 我忽然间就明白了 为什么我和堂哥表妹 都是奶奶的孙辈 也都是他一手带大的孩子 他却只问我讨要回报 因为只有我的身后空无一人 就在这时 我看到李主任的名字 点亮了无锐的手机屏幕 下意识地一把抢了过来 随后 我又听到了李主任 那虚伪中透着一抹挑衅的腔调 小吴啊 小方安全到家了吧 我是真没想到 小方酒量这么浅 还没喝两杯 就醉糊涂了 说了不少胡话 我看他那样 还寻思着早些送他回去 谁知道一眨眼 人就没了 到了 到了 我刚想开口 手机就又被吴瑞抢了回去 他一脸防备地看着我 而他脸上露出了同样的虚伪 您放心 小冉安全到家了 不好意思啊 主任 让您费心了 我真是太可笑了 直到他挂断电话的前一秒 我还在期待他会为我讨回公道 哪怕只是一句毫无震慑力的警告 我冷笑着质问他 所以 你也觉得我在说胡话了是不是 他没有说是 也没有说不是 只是闷头 为我冲蜂蜜水 然后像从前那样 自己先喝一口 是好水温 才递到我嘴边 吴瑞 你女朋友被别的男人摸 你连屁都不敢放 你还是个男人吗 我气得一挥手 玻璃杯在他脚边炸裂开来 我和他都不约而同地缩了缩手 不知道是被热水溅到 还是被碎玻璃砸到 我们都被刺痛了 他瞪着我 眼眶红得吓人 想当男人还不容易 我现在就可以去抱揍他一顿 然后呢 进橘子 收拾东西滚蛋 带着你喝西北风 当然 你不是不知道 我当初是费了多大的劲 才能留下来 我的人生 不允许我这么任性 我得罪不起 所以 从一开始 你就不是不相信 而是不想相信是吧 我的眼睛里 渐渐起了雾 我的眼前 一片模糊 我看不清他了 也不想看了 于是我闭上了眼睛 没再看他一眼 滚吧 无锐 三个月实习期满 我被抽调到第三分公司 第三分公司是集团分公司里 最拉胯的一个 我在众人困惑 而又饱含同情的目光下 一脸默然地回到自己的工位上 收拾东西 按理说 我以综合第一的成绩 顺利通过转正考核 即便不能留在总部 至少也该被分到 像第二分公司 这样的嫡系分部 可就像李主任说的 我的聪明进 总是用在不对的地方 所以他慷慨得 把我这个预备人才 转送给了贫级的第三分公司 路过他的办公室时 他隔着百叶窗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目光如蛇信子般 黏匿阴森 勾起我一身的良意 我慢慢顿住脚步 能感觉到满腔的怒火 在熊熊燃烧 可到最后 也没有抬起头 瞪他一眼的勇气 我的新领导姓徐 是第三分公司 领导层里 唯一的一个女领导 刚刚三十岁出头 以丝毫不见年轻女人的娇弱 浑身散发着一种 黑云压城般的强大气场 他工作作风严厉 对下属要求也很高 大家都对他敬而远之 唯有我出生牛犊不怕虎 迎风而上 抢着跟进他负责的项目 他交代下来的任务 别人要用一周才能完成 我会赶在三天内搞定 别人能做到七八分 我就一定会做到百分百 我每天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晚上躺在床上 脑子里都在不停地播报 工作进度 亢奋到连我自己都害怕 可绷久的橡皮筋 总会有断裂的一天 我在一次熬夜 做了一宿的PPT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 对着清晰的投影仪 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以为素有铁娘子之称的徐总 一定会严厉地训斥我 但是他没有 他只是暂停了会议 单独把我留了下来 陪我坐了很久 然后他握了握我冰凉 而又微微颤抖的手 缓声宽慰我 没关系 你已经坐得很好了 我抬眼睁睁地望着他 一颗积攒了许久的泪珠 迅速划过脸颊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能得到身边每一个人的认可 却唯独始终等不到我爸一个肯定的眼神 小时候 几个孩子中只有我能做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 左邻右居都夸我能干 只有我爸冷哼一声 围着锅碗瓢盆转能有什么出息 等到我各科成绩突飞猛进 一路绿灯 一口气考进一所知名九八五院校 成了很多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他却因为我没有像堂哥那样 在饭桌上主动给长辈们敬酒 而数了我 整天捏了巴基的 一点人情事故都不懂 光会死读书有什么用 于是上了大学 我积极竞选班干部 加入学生会 主持过大小无数个晚会活动 还在学生媒体中心担任记者部部长 采访过不少来校访问的各界名流 我有一张站在校长身侧的照片 被贴在了学校的公告栏上 照片里我身穿白衣黑裙 梳着简单利落的马尾 正向一群来访者介绍着什么 或许是光线的缘故 又或许拍摄角度的有意为之 星星点点的阳光穿过我身后的银杏树叶 在我身上落下细雨似的光点 引来了密密麻麻的赞美 我把照片发给我爸看 等了好半天 等来了一泼凉水 有钱拿吗 一天天净整这些花里胡哨的 能帮你找到一份好工作吗 后来我京校领导内推到现在这家大型央企 捧上了人人羡慕的金饭碗 母校更是在我顺利转正后 特邀我回去给学弟学妹们开一场分享会 然而前不久我爸得知我转正之后 年薪不过十五万后 那轻蔑而又饱含失望的语气 仿佛电流般直直灌进我耳朵里 我握着手机僵立在喧闹的人群中 茫然到一时只听得到脑子里嗡嗡嗡的盲音 她说 不是大公司吗 就给这么点 你表妹都没读过大学 出了个对象 人家里给安排了一个工作 啥是没有 每天就去打个卡 一个月还给她开八九千呢 末了 她还长叹了一口气 真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你这书算是白读了 许总给我放了一周的假 我拉上窗帘 昏睡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 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 飞去三亚看海 在三亚的最后一天 我遇见了去三亚出差的杨俊宁 当时我正站在 熙熙攘攘的海鲜市场 和一个中年女人 炒得面红耳赤 她八九岁的女儿 趁机折回屋里 接了一盆冷水 全泼到了我身上 我抹了一把脸 在女人的惊呼声中 弯腰端起身旁 装了半盆水的鱼盆 毫不手软地泼了回去 那天 所有人都指责我 再怎么样 也不该对一个孩子动手时 只有杨俊宁不动声色地 将我挡在了身后 杨俊宁是一名律师 我很欣赏他那一身的正气 或许是受职业影响的缘故 我常常能从他身上 感受到一种天然的保护欲 他会在电影切入血腥画面的第一时间 捂住我的眼睛 会在我遭受质疑时 坚定地站在我身旁 还会在我与别人发生争执时 将我拉到他的身后 他得知我那被领导骚扰的遭遇后 很用力地抱了抱我 我听到他说别怕的时候 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 后来我好像真的就没有那么怕了 因为我的手机里 多了一个紧急联系人 我的云盘里 多了一套专业而完整的证据链 都是李主任荒唐无耻的嘴脸 他本想立马为我讨回公道 被我拒绝后连连摇头 你啊你 都有我了 怎么还这么怂 然后他又提到了三亚的那对母女 仍为我感到不愤 当时我可全看到了 是那个女人先指着你的鼻子破口大骂的 那个小女孩在泼你之前 还咬你踢你 这样你都没有还手 他还问起我们争执的原因 我淡然一笑说都过去了 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告诉他 我们突然恶语相向 是因为我问他 你还记得方染吗 更不会告诉他 那个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的女人 是我空白记忆里的生母 那个踢我咬我的小女孩 是我同母义父的妹妹 所以他不能理解 为什么我宁愿分手 也不愿意去讨好他的母亲 他以为我讨厌他的母亲 其实不是 我只是讨厌讨好的感觉 我忘不了我妈看我时 那充满怨对的眼神 更忘不他连珠带炮似的声声质问 你知道我在你们老方家过的什么日子吗 我每天像个丫鬟似的伺候你奶奶 像个保姆似的给你们那一大家子人洗衣做饭 逛集市买回一袋苹果 挑大的送到你大伯家 挑红的拿去给你小姑吃 逢年过节 你们一大家子人围在一张桌上吃香喝辣 就剩我还在厨房烧最后一道汤 等你们打牌的打牌 看春晚的看春晚 我还得泡在一堆脏碗脏盆里 即便如此 我还是一句怨言都没有 谁叫我娘家穷呢 这是我的命 我认 可我那么卑微地讨好你们每一个人 你们除了对我忽来喝去 就是摆明面上的嫌弃 最可恶的是你爸 他明知道我受了委屈 还是一声不吭 我每次躲在房间里抹眼泪 他都跟瞎了一样 视而不见 有一回 我实在没忍住跟你小姑吵架 你奶奶帮着你小姑一起推我骂我 你爸都进门了 明明亲眼看到了这一幕 却一句话没说 转身就又走了 他越说越激动 一步步逼近我 近到我能从他瞳孔里 看到恍然无措的自己 其实那一刻 我就已经不怪他了 没有人比我更能感同身受 我只是想提醒他 他口口声声说的 你们里没有我 当年我还只是个墙宝里的婴儿 我 那你也怪不得我很心 都是被你们一家子人逼的 他眸光闪了闪 在瞥见身后窜出来的小女儿后 又迅速凝结成兵 冷冷地射向我 你爸毁了我前半生 我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新的生活 你又要来毁我后半辈子的幸福吗 后来 杨俊宁跑到我们公司楼下读我 醋梅追问我 我就让你给我妈洗两串蹄子 怎么过分了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娇气呢 我冷冷反驳道 有让第一次上门的客人给主人洗水果的吗 那不是我妈爱吃吗 再说你也算不上客人 你们以后是要成为一家人的 你讨好她一回怎么了 我低头倾笑了一声 定定地看向她的眼睛 问她 你能保证就一回吗 她目光虚晃了几下 没有看我 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就不能爱屋及乌吗 我坚定地摇了摇头 也没有再回头 因为我知道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从我爸开口问 杨俊宁要五十万彩礼的那一刻起 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已经变质了 她不知道 她嘴里轻飘飘的一串数字 既激起了我深埋心底的 不被爱的羞耻感 也摇摆了未来公婆 迎我进门的决心 其实我还挺感激杨俊宁的 直到最后 她仍在用她的方式 试图留住我们这段关系 可我内心比谁都清楚 失了恒的婚姻 也是长久不了的 我害怕重复我爸妈的婚姻悲剧 害怕不我妈的后尘 更害怕有一天 杨俊宁的耐心 以及对我的爱意 会被时光和琐碎碾碎 然后变成和我爸一样的人 那该多令人绝望 和杨俊宁分手的那晚 我一个人爬上三十六层的天台 热恋的时候 我们经常上来喝酒 一起看笼罩整个城市的雾 看黄昏最后一束太阳的光亮 上一次一起上来的时候 角落里那株没人管的九重阁 还坠满了密密麻麻的紫红色的花朵 杨俊宁说这种花生长力是极强的 可这才过了多久啊 它们怎么都在黑暗里纷纷掉落了 我终于对着一地明黄色的花粉 哭得声嘶力竭 然后在巨大的风声中 给我爸打电话 就因为你不爱我 所以以后也没有人爱我了 到第三分公司的第二年 在许总的带领下 第三公司破天荒 转亏为盈 效益直逼第二分公司 集团年会上 我又遇见了李主任 他坐在我斜对面那一桌 阴侧侧的目光 一整晚都粘在我身上 那种几倍生凉的粘腻感 又慢慢袭上心头 我已经尽可能地避开他了 可他还是没打算放过我 纵容他的爪牙 起哄我和他喝大交杯 方然 你有今天可都赖李主任 要不是他慧眼石珠 你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大展拳脚 不跟劳领导喝个大交杯 可真就说不过去了 我直直地望着他 他也一脸含笑地看着我 乍一看 殷切的目光里 都是一个长者 对晚辈的欣赏与期许 可当他一点点靠近我的时候 那个我被他困在洗手间 他粗力地指腹划过 我的小腹的触感 再次从我记忆伸出弹起 我猛然打了一个机灵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几倍被撞得生疼 我回头望去 那是一堵坚硬而又冰冷的墙 我这才发现 原来我早已退无可退 可那张令人生艳的脸 还在一寸寸逼近我 尽到他浮在我耳畔说的话 只有我一个人能听得见 他得意极了 看你还能躲到哪里去 说着 他举杯绕过我的脖子 在他的嘴巴 故意贴向我的脸颊时 我一把推开他 羊手将杯子里的红酒 都泼到了他的脸上 紫红色的液体将他的脸 滑得更加猙獰丑陋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以后轮到你躲了 他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像看一个怪物 也是当绵羊反过来说 要吃豺狼 是怪吓人的 我在众人瞠目结舌的目光中 将云盘里最隐秘处的 那一张张聊天截图 语音条以及不堪入目的挑逗视频 都发到了群里 大家都不用低头看手机 今年集团年会 有一个线上抢红包的环节 为了方便 主持人特地现场建了一个群 在场所有人几乎都扫码进群了 舞台两侧的LED大屏上 正在浪潮般的唏嘘声中 卖力地实时更新 我站在人群中 仰头看着面前 一张张一闪而过的画面 那些被骚扰 被恐吓 战战兢兢 孤立无助的记忆 终于被连根拔起 被拽出来的那一刻 还是扯痛了我 但我知道 这次不会痛太久了 余光中 我看到落荒而逃的李主任 外面天寒地冻的 他连外套都没来得及拿 就这么顶着一张色彩斑斓的脸 狼狈地逃了 像个小丑一样 那晚 我破天荒一夜无梦 睡得尤为安稳 我爸连打了三个电话 都没吵醒我 自从我和杨俊宁分手后 他就频频打电话给我 他说 不是S是本地人吗 区区五十万拿不出来 我看就是不想拿 他说 不是还说是什么大律师吗 律师工资应该很高啊 你怕不是被人给骗了 他说 他如果真的爱你 就不会这么轻易放弃你 他说了很多很多 唯独没有说一句宽慰我的话 更没有说一声抱歉 我想过质问他 可莫名觉得疲惫至极 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张开双臂拉开窗帘 明亮的阳光穿透玻璃洒了进来 整个世界都亮堂了 我突然觉得 一切都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至少没有我活得勇敢 而无谓重要 李主任很快被迫主动请辞 据说离职手续都没有亲自来办 原来我以为不要脸的人 竟比我想象中还要脸 而我自此一战成名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是公司最热门的谈资 有人同情我 就有人编排我 有人称赞我 就有人诋毁我 换作从前 我一定会使出十八般武艺 各种证明自己 可如今 我只是很淡然地自我安慰 放轻松 没有人能够被所有人喜欢 唯一让我隐隐不安的是 集团虽出面安抚了我 但同时也开始观望我 我的境地一时也被边缘化了 所以当徐总把外派布鲁塞尔的申请表 递到我面前的时候 我看到了人生的另一个岔路口 我除了一句干涩的谢谢之外 再说不出其他的话 虽然他什么也没说 我也知道他费了多大的力气 才为我争取到这条岔路口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爸再一次堵住了我人生中的 另一个最重要的路口 我崩溃极了 躲在心理医生的治疗室 哭湿了大半包纸巾 我控诉我遇到的一切 就因为奶奶一句远嫁 等于白养一闺女 她一开口就问我要五十万的彩礼 就因为小姑说我一出国 指不定就不回来了 她一开口又是五十万赡养费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她说一手交钱 一手交户口本 你相信这是一个父亲说的话吗 她已经毁了我的幸福 还要毁了我的前程吗 我真的好失望啊 她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这么冷漠 直到我的心理医生问我 那么你呢 你对自己失望吗 我愣着了几秒 然后拼命地点头 失望 特别失望 我问她 是不是人的命运 也是会遗传的 不然为什么 我都已经那么那么得努力了 到头来 还是不可避免地 变成了我爸那样的人 别看我张牙舞爪 也别看我身上长出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芒刺 其实全都是唬人的道具 我骨子里同我爸一样 懦弱地要死 李主任敢明目张胆地骚扰我那么多年 就是因为我迟迟不敢与她拼个你死我活 我总是瞻前顾后 怕被笑话 怕被怜悯 怕与死了亡 也破不了 这些年来 我在情爱里沉沉浮浮 转身转得比谁都快 洒脱得仿佛没爱过谁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连追问他们一句 爱不爱我都不敢 每次爱意稍稍蒙上一点灰尘 我就立马逃之夭夭 生怕又看到那个不被爱得可怜的自己 更可悲的是 我一边咬牙切齿地讨伐我爸的无能 厌恶他的懦弱 一边又可笑地一次次妥协于他 像被根植在基因里的指令 我怎么也摆脱不了 可经历这么多事 我以为我能决绝地斩断一断 已经变了质的感情 能勇敢地将骚扰我的人公不于众 我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活得小心翼翼 战战兢兢的小女孩了 我也已经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爱不爱我了 可当我爸选择再一次伤害我的时候 我还是难过得心脏直颤 我突然说不下去了 无措地看向我心理师 眼泪绝滴 为什么 为什么还是不行 能不能帮帮我 他沉默了会儿 又给我递了两张纸巾 最后长长叹了一口气 方染 回去吧 面对问题 才能解决问题 老屋比记忆中老了一些 雕花的门窗已经不再鲜亮 斑斑薄薄的墙皮 也裂开了一道道细缝 我助力在门口 对着屋外的那株梨树发呆 梨花开得正盛 洁白的花瓣 一片片悠悠落地 又被风轻轻卷起 悄悄地堆到了一起 屋内也都堆满了人 全都是我讨厌的人 他们先是肆无忌惮地谈笑 我爸这窝囊的大半辈子 小时候被留级 长大后被下岗 年轻时候 娶了一个媳妇 跑了 老了好不容易养大一个闺女 眼看着又要跑了 然后争先恐后 得给她出主意 小姑怂恿她 死咬着我的户口本不放 大伯母 教唆她一定让我给足五十万的赡养费 奶奶则提醒她再不计 也得让我打张欠条 最后 他们还不忘推心置腹地恐吓她 这孩子打小就别别扭扭的 跟你又不亲 你不问她要点保障 回头苦的是你自己 我冷眼瞧着这一屋子的鸡飞狗跳 这些人真有意思 明明是来看戏的 自己到上台演得津津有味 自始至终 我始终一言不发 等着我爸给我一个交代 他坐在人群最中央 却搭了着脑袋 一副恨不得把头低到尘埃里的模样 我想起他下岗的那一年 他牵着我的手去大伯家 为我借学费 大伯喷着唾沫星子 边数钱边数落他的落魄时 他也是这副模样 还想起我出巢刚至那会儿 不懂得照顾自己 在体育课上跑完三千米 又狠惯了一大瓶冰可乐 结果就是 痛得我抱着肚子直打滚 他接到老师的电话匆匆赶来 在其他家长 这孩子没有妈的窃窃私语声中 他还是这副模样 我忽然间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也许这些年来我一次次地原谅 一次次地妥协 除了他强行灌输在我骨子里的懦弱之外 还有我对他感同身受的怜悯 和相依为命的爱 我之所以别别扭扭扭是因为我总是一边埋怨他 一边又心疼他 一边拼命逃离他 一边又想要靠近他 没错 哪怕到了这一刻 我依然爱他 也依然渴望他爱我 想明白的这一瞬间 我的心间有了久违的振战 我抬脚想走近他 想带他一起走出这窒息的牢笼 我对自己说 只要他相信我 只要他愿意跟我走 我可以原谅一切 可他却在这时抬起了头 他跟老巫一样 更老了一些 脸色暗沉 眼带浮肿 额头上是岁月捐刻的穿字纹 他说 实在不行 你就给我打张欠条吧 我直直地僵在原地 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他在这座牢笼住得太久了 久得变成了一座新的牢笼 可是我努力了那么多年 就是不想让自己 也烂死在这里啊 好 我签 我点了点头 抹干泪 从包里翻出一份文件 递到他面前 你也签了这份吧 他一脸疑惑地接了过去 旋即猛然抬起头 我终于从他枯颈般的瞳孔里 看到了叙事待发的飓风 离他最近的小姑 率先跳了起来 断绝亲子关系协议书 我就说吧 这丫头从小就心硬得很 你闺女倒是心肠软 但你当初为了那么点 彩礼寒了她的心 结果呢 婚礼请你去了吗 孩子给你报了吗 还接你电话吗 之前你怂恿我爸 问我要五十万彩礼 我以为你只是不长记性 现在才发现 你根本就是歹毒 自己丢了西瓜 就骗别人芝麻更大 大伯健壮 立马扯着嗓子 冲我直叫嚣 有你这样跟长辈说话的吗 你这是大逆不道 你儿子倒是孝顺 这些年又是投资 又是创业的 赔掉的两套房 给你们赚回来了吗 别告诉我 你们最后 那一点棺材本也 拿出来支持他了 你们这么无私 却叫我爸那么自私 不厚道了吧 眼见奶奶颤颤巍巍 向我走来 我忙走过去 又将她扶回床上 奶奶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您先别说 我来说 您来补充行步 您给我买过娃哈哈吗 我是不是也给您买奶粉了 您为我吃过药 我可伺候过您好多回呢 对了 您还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 所以去年我不刚 给您买了新的轮椅吗 我都记着呢 记得比您还清楚 话音落 屋子里终于归于一片寂静 墙上坏掉的时钟 滴滴答答行走在错误的时间里 我听到自己胸腔里 发出轰轰的回声 很用力地吸了一大口新鲜的口气 我退回到我爸跟前 他又低下了头 手里捏着我签好名的断绝亲子关系协议书 半边身子微微颤抖着 像是很冷 又像是很怕 我想起我心冲冲地打电话问他 要户口本做签证 我本还想告诉他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等我再回来 我年薪就不止十五万了 翻倍都不止呢 可还没说完 他就打断了我 你该不会想跟你妈一样 一去不复返吧 其实你也不用担心 这份协议没有法律效力 我很快写好了欠条 放到了他手心里 但我希望以后 我们只有这欠条上的关系 第二天 我在池塘边找到他 从我有记忆起 他不是在钓鱼 就是在去钓鱼的路上 最近几年 更是恨不得长在池塘边 我在他身后站了很久 一阵微风拂过水面 我的倒影在一波波涟漪中摇摇晃晃 他仍然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我突然觉得他是真可怜 我妈在三亚的地址是他给我的 他比我更清楚 即便他钓到再多的鱼 我妈也不会回来了 当年他与叶未孕妻缠鱼汤的妻子 调回一条大鲫鱼的那一点温柔 早在后来他无数次装聋作哑和冷眼旁观中 消磨殆尽了 而他唯一的女儿 也正在努力与他告别 我想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该给他一个交代的 我说以后我每个月都会按时给你打钱的 你还会回来吗 他终于转过了身子 我看到他眼底的悲伤 像涨潮的海水哗啦啦地漫了上来 我没有回答他 他也没有再追问 我们都知道 从他开口让我打欠条的那一刻起 这里就再也不是我的家了 回S的路上 我从包包家层里翻到我写的那张欠条 和一本户口本 薄薄的户口本里 只剩下了我和我爸的名字 我想起后来我又见过我妈一次 是她主动来找我的 她告诉我 其实这些年来 她回去过两次 一次是找我 当年她一个人漂泊在外 实在太想我了 便偷偷溜回去 想偷看我一眼 她说 看到奶奶给我买了娃哈哈 我喝得可开心了 她摸了摸自己干瘪的口袋 抹了把泪 扭头就走了 还有一次是找我爸 那时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 找到了她想要的幸福 她回来找我爸办离婚手续 我爸起初不答应 他急得眼泪直掉 然后我爸就从奶奶那 偷出了户口本 或许她也并没有那么糟糕 可是她自始至终 都选择站在我的对立面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是我一次次放弃原则 最想爱的人 可她回馈我的 是一次次帮着外人质疑我 剥削我 伤害我 我真的不能释怀 又一年后 我已经习惯了布鲁塞尔的冬天 那是我第一次没有回去过年 这个陌生的国度 没有此起彼伏的烟花爆竹声 没有热情而又虚伪的推杯换盏 没有那些我讨厌的脸 和亘古不变的碎碎念 当然也没有我爸 屋外一片白茫茫的雪 我坐在窗边看书 远处枯枝上飞来一只黑色的鸟 小气了片刻 又刮得一声飞远 周围很快又寂静如出 真的好安静啊 静得我似乎能听到极细密的 时间涅足走过的声音 我第一次觉得 横跟在我和那座牢笼之间的 那根紧绷的旋 终于因为这遥远的距离 以及我勇敢踏出的这一步 断得干干脆脆 我给徐总打了个视频电话 我说 慢姐 我好喜欢这里 谢谢你 视频里的她正和久违的家人 围在一起 吃热气腾腾的年夜饭 她穿着红色的毛衣 腮帮子撑得鼓鼓的 眉眼弯弯笑得格外灿烂 是我没有见过的娇憨的模样 她笑容满面地问我 既然这么喜欢 要不要我帮你申请常住那儿啊 我沉默了许久 还是摇了摇头 再等等吧 等什么呢 也许等自己彻底释怀 也许等我爸也愿意走出那座牢笼 又也许等我们找到新的和解方式 谁知道呢 不过没关系 我的心理师曾跟我说 不破不立 这个破我已经勇敢打碎了 立还会远吗 就像天上的太阳 当温度渐渐退去 唯有先沉下去 才能再次温暖人间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